原标题,两年造406架四年后全返工,中国万岁战机折腾八年浪费4000万坚覆六战机是中国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主力战机与生产数量庞大,深得军方的喜爱,甚至一度过了坚覆六万岁的口号。 然而由于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游,坚覆六战机生产改建中也曾遇到诸多困难,例如坚覆六III新战机的坎坷,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。 1967年,112场坚水飞为了改建坚覆六新党,成为了十一名把工人物民工品人三名设计人组成的改建小子,非常地为本领导。 1969年,为选择提升坚覆六新的,改建小子的人即所出乎的多项感动,包括缩短的站和加进的变迁的使用性大动机能,并将改建坚覆六新为坚覆六III,以由1969年发现首飞。 1969年,当时市内运动官员的控制领导,推荐于二百二十和二一人,特别是市内运动的进化工坚的操纵力波,转观大力波, 并将来请小组准备正式市场开始进行的小品生产事所办公室。 1969年,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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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62厂大规则生产。 近两年多时间512厂可临飙药,进行为零酒生产的四百零后价钱并六III。 然而这些铺鸡在部队却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包括铺鸡身温度高级气的吊游 也已经变成了实际上问题 从1970年开始工厂就开始 大量的坚屋6III运动工作 但由于工厂太多大多数业机器人的平均状态 军方在1970年决定将4大均用价坚屋6III全部满厂大修 112场从1970年起龙三连时间才把正400架飞机枪 完毕中心的交流部队和军事有效果叫好 但这次开放从1970年至1979年 总共花费从前半之多 故事从1970年开始 112场飞机枪有IFF的实施当机 在同学和有关当的机会下 112场满厂的新军部IFF的设计方案 感觉不错 牺牲还用大修的经验教训 增加了行程提示之项 采用了五项新工艺 新工艺部有IFF的新工艺在1975年首飞 但该机制制造的4架 上级就要求开始生产天空气推进 最后1978年干净取消了新军部IFF战机的信号 最后也会完成运机 等于说是半途而废 我会在最后终卷的抗力